我覺得我們可以聊一些比較正經的話題 好好好 來 我們現在問一個比較正經的話題喔 請問哥哥是喜歡靈魂伴侶還是肉感女生呢 肉感女生 這個一聽就是 一聽你就沒有經驗 對 你應該還沒有小孩吧 就是你 就是你 你有 對 其實剛剛你問過 其實我滿屏的同時都知道我有 雖然你身材還是保持很好 但你有小孩 所以當然是 當然是都要有啊 對不對 你覺得你老公是把你當哪一種 老婆呀 是 是 是 但我說這兩種 這兩種 這兩種應該是都有吧 對啊 都要有 你懂嗎 都要有 一個男人都要有 就是肉感什麼 肉感女生是不是 是肉感還是肉體 你都忘了你自己講什麼 是哪一個 肉感 還有靈魂伴侶嘛 對不對 對 這兩個都要有 如果一個男的他 你知道這兩個是分開的對象 那這個 這個可能就沒有定下來 就不對 但如果這個男的 他可以把這兩者 都結合在一個女人身上 那就表示說 你們的關係非常穩定 就定下來了 就像你現在這樣子 有個幸福的家庭 謝謝 怎麼樣 可以